哎呀大夫啊 大夫啊 大夫啊 有点啊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你说 你快看看我儿子吧 行我看看 孩子呢 车里呢 车里你带来呀 你不带来我咋看呢 这污染多压重啊 那不行 我车里有个空气净化器 我儿子这样安全 这个程度你戴口罩就行了啊 把孩子叫过来 那我带孩子 这带孩子 啥子非得看孩子哪有这带 阿贾阿贾 儿子安全安全 再来啦 还来啦 来我看一眼来 三个数啊 一 二 三 看 搜 什么玩意儿啊 再看再搜 我看那个啥呀 大白兔子呀 什么玩意儿大白兔 你儿子今天一岁半没错吧 一岁零七个多月了 一岁零七个多月的孩子 这么大点 你这孩子呀 叫发育落后 你能告诉我 你们是怎么把这孩子养到这么大呢 我告诉你大夫 你要说这养孩子方面 我是最有发言权的 我从来不让我儿子下楼跟其他孩子移下去 而且啊 每次下楼身上必须一层防晒 嗯 你知不知道 下楼十分钟必须我带回来 怎么样 你瞅你这孩子啊 小细胳膊小细腿 着急半天张不开嘴 头发西脸蜡黄 一看就是下不了床 就是因为你 对孩子过于的浇灌 不让他们接触大自然 不给他们生长的空间 所以才导致的这么恶劣的后果 你这孩子 我明白你的意思 让他多跟空气接触 对不对 对 好嘞 我有照着大夫 现在我就把我车上进化器 空气进化器栽他 把孩子脑袋从天窗上放出来 让他跟大自然充分接触 啊 放心吧 我明白了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别愁事啊 我说适度 适度 哈哈 嗯